我们国中小阶段是一个基本能力教育的阶段 那基本能力教育阶段是因为你还没有找到你的志向 你还没有找到你的人生道路 所以现在在探索阶段 所以我什么都要教你 什么都要教你 你什么都知道的情况下你未来在探索 你的职业或者你的这个学术性向的时候 你会根据你所想 你的兴趣或者你想学的 或者你的专长去挑选 那你一旦挑选那个方向之后你的基本能力就不会缺 我们现在是这个角度在做 在解释 但是如果你从结果论的话我们就以科技领域来讲 我有调查过那个 劳工部 劳动部 劳动部的大学毕业生的统计 大学毕业生的统计 他那个毕业生的就业统计 而且是只有大学毕业 不包含那个没有大学毕业的 大学毕业这一批 他 所有的工作面向 比如说服务业 什么业 这里面呢我把那个 跟科技有关的 我全部把它拉进来 要我觉得稍微有跟科技也可以沾上边的 我都把他拉进来比如说像 像老师这种行业 他有可能有交电脑的 我都把他算 算进来然后那个什么影视 科技 跟电 跟城市 跟机电 跟 科技有关的我全部把它放进来你知道这一类的人 只有占 所有的 毕业的 比率只有6%不到 5点多 所以假设 假设 我们现在的教育 从国小开始学 层次 高中 国中也学层次对不对 高中也在学层次 大学还是列为通事 你看你花那么多时间 结果毕业了之后 只有 最多6%的人会用到 这会就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当然我们现在 你如果上过我的课就知道说 我这个人不是说 不是主张叫你不要学的城市 而是我们学科技领域有科技领域的心法 你那个 运算思维跟 设计思考那个才是心法 所以你在教不管是教城市或教积电整合 或教那个其他的 木工啊什么 你透过这个 这个只是contain 就是上课的内容 你在上这个课上完的时候你必须要总结出 刚刚我讲的那个上位心法 你要让学生从你 学写城市的过程中 学到什么叫做系统拆解 然后让学生知道说原来我们刚刚 在 拆功能 你要做一个游戏 有什么功能 这个就是在做系统拆解 那如果学生知道了这件事 原来这是一个 解决问题的方法 然后你再派给他一些日常生活 可以导入的案例让他去学习 比如说 那个 我们7月份我们想出国 那就请你规划一下 对不对 那就他就会知道那我学过系统拆解的话 那我就可以稍微拆一下 有那个交通住宿的部分 有果实的部分 有井田安排的部分 然后他可以找帮手 他也可以自己来 那自己来的时候就一个 我今天先来解决 交通住宿的问题 那他做事就会很有调理 那这个就是真正学到 科技领域该教的素养 那这个就是 未来他不管在哪一个领域都用得到 但是换句话说如果今天 老师只有教写着 是 那后面什么都没有了 什么引导都没有了 他只学到写成是那个技术 那你就会落入那6%的问题 一般30个人 里面 只有两个人未来是有可能走这条路的 那所以你这样从国小 国中高中大学 教程式 只有这两个赚到 他说 太好了 我想就开始学 所以我根基很深 我进入这个领域可以很快的上升 但是对其他的 94%的同学 28个 一般30个有28个 跟着你在浪费青春 为什么 去做服务业啊 服务业用得着写成是吗 那你以为他是那个万中无一 他自己学写成是然后就可以领悟 可以领悟到比较高的智慧 知道说原来这个叫系统拆解 一万个里面都找不到一个 我为什么知道这些 我也是三年闭关 我已经学了这么久 几十年了 我三年闭关才能领悟到这些东西 你期望一个小孩子 自己会就会吗 不太可能嘛 又不是功夫电影看多了万中无一 突然就会了 所以 所以我们要思考就是 就是如果 其实我很喜欢 我有时候会接到我以前的小孩子的电话 他会问我说邱老师 我想要 就是他很喜欢电 那我想要读哪一个学校 你给我一点建议 然后我会很喜欢这种想 为什么因为他 从那么小就有自己的想法 他有自己方向 那所以对这种小孩子 我会 把我所有知道的东西都告诉他 然后就会让他去 去分析说 你可能选这个会有什么好处坏处 选那个会有什么好处坏处 最终的选择还是要他自己选 为什么 因为他的人生 他自己负责 我没有办法帮他负责 我只能在旁边辅助他而已 所以你会很喜欢遇到这种孩子 很早就有自己的方向 但是通常90%的学生都没有 都没有 那所以呢 当我 都没有的情况下 我们其实就 国中桥老师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你要去引导 引导让他找到自己的专场 找到自己的道 我的道在哪里 不管你是去发掘他的 专场 了解学生的特性 都可以 如果他真的你看不到他的专场怎么办 比马龙效应 经理学 就是 你就跟他故意 讲历他说 你在这个 地方表现很好 那他心里面有信心呢 他就会往那个方向去发展 对不对 所以 有这样 老师的sense的老师其实不多 蛮奇怪的 我们国中桥不是要做这个事情吗 可是老师没有这样的sense啊 就算你不会观察,你找不出他的专场 你也要会用比马龙效应啊 你要就是故意鼓励他一个方向啊 让他去往那个方向努力啊 这样以后就能成大事啊,不是就是这样子吗 所以好 所以回到我们的 回到我们的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呢 如果说 我们现在比较积极一点 如果说这个东西是你想要学生学 那你一定就要去想说 这个东西跟学生有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想 因为人 你要叫他学习 唯一只有在他 有需求的时候 才会有动机 有需求才会有动机 没有需求就不会有动机 那什么时候会有需求 他跟我有关系才会有需求 如果跟我无关的,我会有什么需求 不会啊 所以我是不是应该在教学的时候想办法激起他的需求 会有动机学习 那一旦有动机,后面的事都好 后面怎么学习,什么方法 如果他需求动力很大 动机很大,即使这个东西再难 关卡再多 他都会努力的克服 所以动机非常的重要 但是如果他动机很小 你遇到一点小小的挫折 算了啦 不要 这么难 不行了 所以这跟各位一样 各位有一个东西叫做愿 就是你的终极的目标 对,有愿就有利 愿 很大 利就很大 我举我 我举我自己在那边服务的案例 就是如果我的目标 当初我调处之后 其实我为什么 同意调处 各位都知道调处会比较忙 在学校4点就能下班 调处那边最快的下班时间是5点半 那为什么同意调处 因为我在这个学校 我喜欢什么 我喜欢看到学生 每天来学校的时候笑容满面 非常的高兴 那可是呢 这样讲不到好不好 可是 我其实我前两个学校 都是小朋友都会很高兴 然后后来那个学校 后来那个学校 就是小朋友进来的时候呢 会比较 没有笑容 好,那因为那时候我在当教务主任 都觉得这个现象很奇怪 那后来其实我 我其实也知道 就是因为 一个比较重 重那个成绩 重基本能力的一个学校 他会很注重那个国音术的要求 国音术就是主科的要求 所以他的导师会非常的严格 这小朋友如果国音术不好 每天来学校 每天来学校就是 你的功课呢 为什么又不教了 写这什么东西 然后 为什么成绩那么差 所以我经常在那个巡视的时候看到 不是巡视 就是走一走的散步的时候 就看到 那个学生低着头 在导师的前面 我觉得很可怜 学生来上课不是应该很高兴了吧 那这些学生什么时候会露出笑容 只有在体育课跟电脑 只有这两科目的时候会很明显的 眼上的表情是完全不同 所以我就想说 那我电脑课如果可以 带给学生欢乐 但是我们的欢乐不是建筑在打电动的基础上 我上课是不给打电动 但是他们一样学的很高兴 所以我是希望说如果学生可以这样子 使这种快乐的心情然后学习的 自己有动机 自己就会想学 而不是每天被 被推着走被编着走 这种感觉 所以我就希望我的这种教育方式 可以就是让 大家都知道 所以我才答应调触 所以才从那时候才开始推创课 那所以 所以 比较 比较好的想法就是说 当我知道这件事情或知道这个知识的时候 我就要去想说 这东西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 如果跟我有关我绝对会努力的学 就算你 不给我任何奖励 那因为那是我要 所以第一件事 你要想跟自己有什么关系 这是第一件 第二件事 你要想什么 我从这里可以学到什么 我从这里可以学到什么 比如说刚刚那个案例 刚刚那个案例 如果我是那种 跟他一样层级的 我就会 就会 我看到 因为已经有前人当例子了 我下次就不要重蹈覆辙了 就他犯的我都不能犯 什么 对 那个 你有拿袋子进来是吧 出去要给我拿个袋子 我开玩笑了 然后那个放一年 放一年这种事不会发生 你当然看到这是什么 马上就要问对不对 如果这里面 是很奇怪的东西 马上就要退对不对 不管是形式上的退 还是怎么样的退 我不管 反正就是 要有那个动作 你跟厂商借钱 他不用利收据吗 就算他是你的国小好朋友 你借的钱就是要利收据 你不利收据 好知己 好知己借钱也是要还的 因为在法官的认定 你借钱没有收据 那就不是借 对不对 所以 那如果你是 你是一个老师 那你看到这种事情 你会学到什么 原来 官都有这样的情况 那所以有时候你就会 就会知道说 那我是不是有时候会挡住人家的路 所以人家一天到晚对我不好 或者是说 你可能就 是 所以说你遇到 将来如果有机会你遇到这种长官 我是不是要 想办法怎么样 我如果是比较 OK的那个 我就要想办法 拦远一点 对不对 那或者是说 我要怎么样可以留证据 或者是说 我干脆就 跟大家一样 视而不见 或怎么样 你就要想出你一套 一套跟你自己可以 节身自保的 的想法 当然也有人会想说 那我如果是那个发 他的秘书的话 我应该要怎么做 才会更圆满 所以这个就是你从那一件事可以学到什么 好 所以你要想的是这些东西 那 如果你有想这些东西 你刚学的那个东西就会变成你的 智慧 有想 就会变智慧 没有想那个东西就是考试用的垃圾 好 所以智慧很重要 好所以我们你要练习 你要练习的一件事就是遇到任何事情 你就去启动这一个知识型的循环 所以第二步就要想 所以 你就不会学而不失 则往 就不会拟往 因为你知道 你清楚的知道我学这个是要做什么 我学这个可以拿来做什么 可以怎么用 然后还要想怎么规划 我可以拿来用在哪里 我可以用在我的 教学上面 我可以用在我的行政上面 我可以用在我的班级经营 你就要去想这些事情 好最后一个步骤行动 好以上呢 你从知道到 会思考 到这里呢基本上你已经是一个有智慧的 智慧老人了 但是呢 如果你只是会想 然后都不会做 有一句成语叫做什么 对 这个刚刚讲过 我们在批评一种人就是 想法很好然后 什么低 眼高抖低对 眼高抖低 如果你 很会想 很有理念 但是你做不出来 那就是 没有用 我们现在台湾社会上很多人都是 光一只嘴巴会讲 都会讲别人 然后自己都不会做 所以就是 如果你不行动 那其实这些都是个屁 你就是一个 一个自我感觉良好的人 最重要呢 你真的要把他付诸行动才会成功 所以行动这个阶段要做什么呢 就是要做实际的 去 行动 然后一边行动一边修正 因为所有的方案不可能一次就完美 以前我在那个 我以前武装毕业的时候我去那个 电子公司打工 然后 我是在研发部 我们那时候帮那个宏喜别馆 大西宏喜别馆就是那个 那个 那个前前总 前前前总 他会去住的那个宏喜别馆 我们在那边设计那个床 床头的时钟灯光控制面板 我们设计那个整个系统 然后 我就问老板 老板这个东西bug还很多 你就要把他拿去工地装了吗 那老板跟我讲什么话 他说 你以为市面上的产品 都是设计到百分之百完全没有问题才卖出去的吗 那你永远就卖不了 你看你用的Windows系统 你在买来的时候 他买来之后 他是不是还是一天到晚 发布那个修正bug的套件 对嘛 然后你买的很多东西都会有很多的小瑕疵 然后之后可能厂商会推第2版第3版 所以你会发现 真实的世界其实不是这样 当你要 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通常是 老板的想法都是先求有 再求好 所以有些太过完美主义的人反而 做不了事 因为他就觉得我这个东西还不够完美 所以我不想把它拿出来 事实上就是做不出来 所以我们如果你是长官 你是校长你是主任 我们通常都会要求老师说 我跟你讲 有做就很好了 所以你先丢一个随便一个版本出来 他就 第一个心理压力比较小 也不是说上当 这是真正现实做事的方法 如果你是人家的长官 你就要学这一套方法 这也不是上当的问题 就是我们在社会上处事 就是你要先有一个版本出来 然后有那个版本出来之后 你才有机会去慢慢的修正 才会越来越完美 所以现在 其实教育部也是蛮奇怪 以前我们都说 要马而好 又要马而好 又要马而不吃草 我们常会这样骂 所以我们老师比较希望说 你叫我做这个 你要先给我设备 是不是很正常 很合理吗 对不对 可是长官要讥笑 他不觉得说我给你东西 你一定会产出KPI给我 所以通常是 你要先做出一点 成绩 然后才能用这个成绩跟长官说 我这是可以行得通的方案 所以你投资我 给我这些设备 所以现在情况变成是这样 所以这个其实是蛮符合现在外面社会工作的 太阳 这也是比较正常的 思考方式 但是我们老师就很不能适应 但是其实这是正常 所以 所以你就是一定要有行动 当你行动之后 你才能够 有机会去 修正它 让它更好 所以这个阶段要做什么事呢 你要规划行动的具体内容 要多具体 甚至包含时间频率 就是多久我要做一次什么事 或者在固定在礼拜几的什么时候做 这个叫做具体方案 如果这个都没有 你只写说 我要运动 那个就不具体 具体的意思就是说 我每一天 晚上8点到9点要去公园散步半小时 那个叫做具体 所以你的 行动方案应该是要这么具体的 然后呢 你也可以怎样 这个是我们 在教学上 就是你也可以印一堆 就是我 其实蛮习惯就是 以前上课有一个叫做 我们自然科有一个叫333学习单 就是你学到什么 然后你 觉得这个东西跟你有什么关系 或者你之前怎么想 都可以 然后行动就是你之后 你想怎么做 你想拿他来做什么 叫知识型 这个其实都是从知识型学习单来的 所以 各位上课也可以考虑一下 如果这个方法那么好用 栏化了大部分 包括那个学识打都是从这里演奔过去 所以你可以在上课的时候 每次上完课你可以给他一个学习单 就三个栏位就好 就是那个知 我在这一堂课学到什么 然后呢 我觉得他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可以用在哪里 然后行 就是你就可以列一些 我在教学要怎么用 一个具体的方案 然后等等 所以 我其实会蛮喜欢这个东西 所以今天的作业 也有这个东西 所以 我们这两天的学习各位要总结 自己要总结一下 在心里面想想 甚至想一下未来要怎么处理 这样你来上课才是有用的 不然你只是陪我来聊天而已 好 然后呢 再来呢 既然这个方法这么有用 那我可不可以 用这种疲劳轰炸的方式 让学生养成 思考的行动 思考行动自主学习成长的习惯 这样才可以呼应那个 我们课纲的 最中间的那个核心 终身自主学习 那甚至我如果当导师 那我的周记 我可不可以每周一次议题 就是社会议题的知识行练习 这个都是可以 可以去做的行动 那所以 当你有这样 当你有这样的一个 知道这样的一个心法之后 你以后遇到任何一件事 或者你想要了解任何一件事 就会先去学习 先去探索 然后探索完之后 想想它跟我的关系 那你也可以先稍微了解一点的 就先想这个 因为你如果想不出跟你有任何关系 你其实不用花那么多力去 去仔细的学习 所以这可以交付一下 所以当你知道 学完 知道这个东西之后 然后你去思考跟我的关系 然后想我可以用在哪里 稍微做一点规划 然后之后有一些 确定的行动方案 然后就开始去行动 那行动的中间你可能会遇到一些 自爱难行 或哪里卡关卡顿 你就会知道一些新的问题在哪里 那你就又要去 学习跟探索 然后再想 想出新的 新的方式或新的方案 具体的修改的 那个行动内容 然后再去行动 然后再一边 行动一边检核 然后可能又会产生一些 我今天可能 是到市区的学校 但我现在又到偏远的学校 发现 学生不一样 那个方法就 内容就会有点需要修正 那我就再去学习一下 然后再改一下 再启动 就一直一直这样循环 然后这样一直循环的结果你知道吗 会有一个 很特殊的 效应 当你持续使用这 这一个招式的时候 你的反应会变很快喔 然后你会有一种先知欲见的感觉 你觉得你好像有点像先知 那件事情一发生你就知道后面有什么后面 然后我该怎么处理 那甚至你会遇见到未来可能会有什么样的 其他的效应 真的会有这种感觉 这个要常常用的人会有这种感 所以建议各位就是经常要练习一下 那这个是心法 那我们现在先来 运动一下 好各位把你的 现在 我们就没有 这个要常用的 之后 这种感觉 那么我们东西 我们在想和你 这种感觉 感谢观看